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晋 今天天气很好 所以我也是决定了博斯的树林里面 然后来擦一些野韭菜 我们就可以做点野韭菜饺子 或者是韭菜盒子 或者是简单的 就像鸡蛋味道一错 现在我给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韭菜是什么样子的呢 现在在镜头里面的就是丹麦这面的野韭菜了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这怎么能是韭菜呢 韭菜不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 但是丹麦的野韭菜确实就长这个样子了 为什么我能确认它是韭菜呢 因为它的味道很强烈 很远的就可以闻到一股很浓的这种韭菜的气息 当然了有一些朋友说丹麦韭菜的味道 并没有国内的韭菜的味道那么正宗 但是想想大家想一想 这本来就是免费的菜园子 到了每年的2月到4月份满树林的野韭菜都是免费随便摘 而且其实味道跟真正国内的韭菜也没有差的很多了 所以大家觉得还有什么不值得来摘的呢 然后呢这些年澳洲市政府也是非常的提心啊 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介绍牌子 意思说呢就是欢迎大家来摘 然后而且品尝这里的这个野韭菜 丹麦语名叫Mapswai 如果大家想在网上搜的话 中文名叫熊葱啊熊葱 有一点需要注意啊 因为在这些树林的里面呢有一种植物 长得跟这个野韭菜有一些相似 但是那个呢可能是叫一种叫什么鲁水仙吧 总而言之那种东西呢是不能吃的 吃了会中毒啊 能吃的是这种野韭菜 虽然说看起来长得很香 但是实际上很好区分啊 因为野韭菜呢是这种发软的叶子啊 然后那种水仙的话呢它是发硬的叶分 而且看上去可能这个要 这个熊葱要更加的短小一些 摘韭菜的工具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就带了一个大塑料袋 然后呢也是带了一把剪刀 带了一把剪刀 然后带了一把刀具啊 为什么带这些东西呢 如果摘韭菜的话 我可以不需要连根把这个韭菜拔起来 而是需要一把抓住这个韭菜 然后顺着它的根把它砍进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根还留在下面啊 而且我摘起来呢 也会更容易一些 OK我们现在开始吧 我先从这把刀开始试一试啊 我一般呢是尽量找一些稍微长一点的 太小了感觉 我还没有长大 就被我给挂掉 干掉了 抓这么一把 顺着这个根的底部 就这么一把 一把就下来了 感觉还是用刀比较方便啊 剪刀 剪刀好像有一个剪的动作 有个木材 剪刀 剪完了以后呢 就稍微把这个 熊葱里面的一些树叶子 剪一剪就可以了 当然了回去以后肯定还是要用水洗一洗的 不过呢 这里怎么可以先简单的处理一下 有一些叶子也什么的 先扔掉 刚才体验了一些 现在我们继续 吃这边就是一把啊 当然呢我们也不要因为太甜 一次性摘太多 因为毕竟是新鲜的蔬菜嘛 如果三五天以内吃不完的话 很容易就坏掉了 后来就是免费的菜 所以我们一次的摘一个够三五天吃的就可以了 吃完了再来摘 这样的话呢 每次我们吃的都是新鲜的野韭菜 有些朋友跟我说呢 摘这个野韭菜呢 尽量去熟林子深一点地方去摘 因为呢 会有很多丹麦人在熟林子里面遛狗啊什么的 有可能在路边的话 很多狗就会撒在上面撒尿啊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毕竟是在外面摘嘛 这些东西都是难以避免的 只要我们摘完了以后回去洗干净以后再吃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想看小金在丹麦采摘什么野菜啊 或者是做些什么的话呢 欢迎留言告诉小金 好这些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1 2 1 4 3 1 4 1 感谢观看